佛教的儀式和節日 本章提示 佛教徒必須禮敬三寶、供養三寶、贊重三寶等等 而佛教團體亦都在玉佛節、餘蘭盆會等等的節日入面舉行慶祝儀式 佛教徒透過這些儀式來表示對三寶的崇敬 亦都值此記住三寶特具的品質和佛台的教會 一、儀式的重要性 我們要了解佛教除了必須知道佛陀的生平和佛法之外 還應該知道各種有關的儀式和節日 這些儀式和節日入面有些好普遍 有些就是某些國家或者某一種文化所特有的 我們可以在佛法家庭和寺院入面見到佛教儀式的舉行 例如說供佛、禮佛或者是誦經等等 在特別的節日,例如說欲佛節、餘蘭盆會 人通常可以由佛教的各種活動入面看到佛教團體 慶祝節日的方式 不管是個人或者團體所舉行的儀式 都表現了佛教徒對三寶的崇敬 就像其他的宗教一樣 佛教對人類的三種主要需要 即是需要解答宇宙人生的問題 解決人際間的問題 以及表現內心的信仰 也都提供了一種滿足的方法 佛教的慰學和定學不單是涵蓋佛教的哲學 也涵蓋佛教的心理學 而戒學就是佛教的倫理學 至於佛教的儀式 它不單是信徒對三寶崇敬的表現 也是使信徒不忘佛法的方法 事實上,很多佛教的儀式 一早已經深深地根植於不同的文化傳統中 大個比方 佛教走至一棵樹 慰學、定學和戒學 走至新入空中的樹幹、樹枝 而佛教的儀式走至樹根 一棵樹如果沒有樹幹、樹枝和樹根 就不能生存 同樣,佛教如果失去了教理 即是慰學、定學和戒學 以及儀式這兩個部分 也不能再生存下去 如果除去了教理 佛教將會失去了它的特色 如果除去了宗教儀式 佛教也將會跟一般的大眾脫離關係 人通常會覺得 那些值得敬愛的人 或者是值得留戀的東西 都需要以具體的形象加以保留 一個人在心愛的人出覺或者去世之後 可能會留下他的相片作為紀念 一個人如果站在國旗前面 對國家的熱愛和自豪的感覺 就會猶然而生 佛陀入滅之後的幾個世紀 佛教徒並沒有索造佛像 這個時期的佛教藝術 以空座 即是蓮花座 觸印或者法輪象徵佛陀 這一點反映出佛教徒 深信佛陀的聖德是不可思議的 不可限量的 公元前兩世紀之後 佛像才開始出現 而且在佛教儀式裡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推測 一般佛教徒 相信是為了要把佛陀的形象 具體化才會塑造佛像 由宗教歷史的觀點來看 採用佛像作為崇拜的對象 是為了適應人一般的心理 書裡面有提到 在大乘佛教佛壇上面 也都供奉菩薩的聖像 常見的觀世音聖像有很多種 有千手、千眼觀音 御南觀音、楊柳觀音等等 佛壇上面有時也供奉一手握劍 一手拿書的文殊菩薩 和西方淨土的阿彌陀佛 通常阿彌陀佛聖像的兩側 有觀世音菩薩和大世智菩薩 這三個聖像合稱為西方三聖 所有的佛像 不管在寺院或者在家供奉之前 通常都要經過法師的開綱儀式 這種儀式象徵著一種精神力量的注入 傳統的作法就是在聖像入留下空間 在進行開綱儀式的時候 將檀香、藥草、金銀、珠寶 寫上經文或者咒語的紙張 射尼亞等等放入佛像裡面 佛化家庭或者寺院裡面 所設的佛壇 是舉行佛教儀式的地方 通常佛像就位於佛壇的正宗 它可能是由大理石、金屬、木料、陶土 所挑剖或者塑造而成的 但是用什麼原料、雕塑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意義 佛像代表佛陀 它可以是洗佛教徒 時時刻刻記住佛陀非凡的品德 佛壇上面有時也會放一本佛經 它象徵著佛法 有些佛壇也放一些高增和上司的數像和照片 這些數像和照片都是增的象徵 在佛壇上面常見的物品有蓮花 蓮花是精神昇華的象徵 因為它出污泥而不染 所以是純潔的象徵 在宗教裡面蓮花有特殊的意義 也就是說人原來是像蓮花一樣 跟著於充滿了無知和誘惑的世界 但是經過佛法的昏徒之後 就像蓮花一樣出污泥而不染 進而開出了誤道之花 同時蓮花的種子 更加象徵著人所具有的佛性 當佛教徒站在佛壇前面 他所看到的東西 會使他想起三寶特具的品質 而且激勵自己去培養這些品質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對別人的愛意和尊敬 佛教徒禮敬三寶的傳統姿勢是 雙手合十 舉高去到額前 然後五體投地 跪拜在三寶面前 佛教徒對佛像鼎禮 表示他深信佛陀是一位正誤真理的覺者 能夠虔誠地向佛像鼎禮 就能夠克服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 模型中也培養了謙恭的美德 這樣他就比較容易接受佛法 右邊的肩膀向著某一個值得崇敬的對象 繞行三圈或者三圈以上 以表示敬意 這些就是佛教的儀式之一 其實除了佛教之外 亞洲的其他宗教也都有這種儀式 佛教徒有名的肩膀向著佛壇 寺院、上司、菩提樹或者是舍利塔 以謹慎緩慢的步伐 依著順時針方向妖行 除了表示禮敬三步之外 他也是促使一個人能夠把智力集中在某個目標上面的方法 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禮佛有不同的姿勢 一般華人的禮佛姿勢是這樣的 首先,縮立在佛像前面 合掌當空 兩隻腳跟雙距離大約是兩吋 兩個前竹子分開大約是八吋 成為一個八字形 將要頂禮的時候 右手先放下 左手之後再放下 跟著腰桿隨隨地彎低 同時兩腿慢慢屈低 兩膝分開 靠在拜登旁邊 蹲低的時候 右手先穿著拜登的中央 然後將左手放在拜登上面 位置就比右手略略前一點 再將右手向上移 使他跟左手一樣放齊 然後將兩手翻轉 手掌朝上 同時頭扣拜登上面 他的位置介乎兩手之間 這種叫做頭面接觸禮 頂禮之後 將兩手翻轉 同時抬頭 起身 起身的時候 先將右手縮回 撐住在拜登上面 然後起起身 同時將左手提起當空 再將右手提起 合掌 立正 三拜完了 需要一日問訊 問訊的時候 合掌鞠躬 當腰彎低的時候 右手四隻手指包在左手四隻手指裡面 兩隻手指弓並立 舉起持手齊眉 再放下 對 後面接觸采波